早期裸绝反茂 中期以后 绝类和原始的裸子植物突然的大量出现 这也为后来的被子植物的突然爆发奠定了基础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飘哥 我们的母星地球 在长达47亿年的岁月里经历了人类 无法想象和描述的艰难历程 才终于走到了今天 先后有五代的物种和文明 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 它们的存在见证了 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悲壮命运 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法则 地球物种轮回的悲剧就是 每6500万年灭绝一次 而从今天起 我将与大家一起分享这片土地上 生命的故事和神话猜想 系统性的为大家讲述 地球母亲诞生和孕育生命的故事 故事的脉络 将遵循地址历史从古远到近代 以及 萨加利亚西秦的地球边年史 汇合而成 今天我们来分享 滞留纪之后的泥盆纪 泥盆纪即是指 从4.1到3.54亿年前 圈个有用 泥盆纪 泥盆纪是英国地质学家 赛奇维克以及莫奇森 研究了该郡的老红沙岩之后 发现远古的生命就如同在泥盆中孕育的生命一样 于是在1839年命名为泥盆纪 由于早古生代 加里东运动的影响的结果 同时从泥盆纪开始 地球又开始发生了海溪运动 因此泥盆纪时许多的地区升起 露出海面成为陆地 古地里的面貌与早古生代相比有很大的变化 港瓦那古路是最完整最大的古路 包括已知大陆桥的一半以上 围绕南极地区分布 由现在的非洲 阿拉伯半岛 马达加斯加 南美 印度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南极 和可能的南欧 土耳其 阿富汗 伊朗 中国西藏等组成 劳亚大陆的西部 由劳伦古路和波罗地古路构成超大陆 亦成为欧美联合大陆 劳伦古路以北美的地台为主体 加上苏格兰部分的爱尔兰 波罗地古路主要包括乌拉尔以西的俄罗斯地台 芬兰 斯坎地纳维亚半岛 欧美联合大陆的陆像沉积含有 近似于非海象和淡水的渔化石 植物化石 欧美联合大陆以东为一些分散的大陆块 或者是小型至微型的陆地群体 其中以西伯利亚 哈萨克斯坦 华北和华南古路较大 后者为位置接近赤道附近和北半球的中尾带 西伯利亚则处于高尾带 泥盆纪的海水覆盖面积约占地球的85% 其分布的特点包括广阔的构成了北半球的古太平洋 位于港瓦那古路以北的古地中海和各路块之间的狭窄的陆间海 以及大陆之间的陆表海 当时的化石记录表明远至北极的地区当时处于温带气候 在生物方面最早的两栖类和螺子植物出现 脊椎动物中的鱼类包括甲咒鱼 顿皮鱼 总挤鱼等等 空前的发展 故泥盆纪又称为是鱼类时代的事迹 晚期的甲咒鱼趋云灭绝 原始的两栖类 米齿类也称作尖头类开始出现 无脊椎的动物除了珊瑚 碗族类以及是层恐虫腔肠肠动物们 水溪虫缸的一个木 这些的生物继续的繁衍之外 还出现了原始的菊石 菊石就是其属于软体动物们 头足缸的一个哑缸以及昆虫类 早期裸绝繁茂 中期以后 蕨类和原始的螺子植物突然的大量出现 这也为后来的被子植物的突然爆发奠定了基础 而被子植物的大量的出现 被达尔文称为是讨厌之谜 而百年来无法解释 在尼盆基的晚期 似乎又开始有人捣乱了上帝的计划 第二次的物种大灭绝开始发生 科学分析是地球气候变冷和海洋退却 在距今约3.65亿年前的尼盆基的后期 历经两个高峰 中间间隔一百万年 是地球史上第四大的物种灭绝事件 海洋生物遭到重创 所有的新生生物几乎全部灭绝 随之而来的就是石碳纪 也就是3.54到2.95亿年前 石碳纪的名字来源于 石碳纪时期在全世界各地所形成的煤 1822年首建于科尼比尔 英格兰和维尔士的地址报告当中 在西欧石碳纪一般被分为上下两个亚纪 在美国分为密西西比亚纪 以及宾夕法尼亚纪 在俄罗斯分为上中下三个亚纪 在尼盆纪时代 北美地块和欧洲俄罗斯地块结合在一起 这块大陆与后来的港瓦纳大陆的其他部分 也就是今天的非洲南美洲南极洲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部分 是由不同的地形组成的海洋 在尚尼盆纪 这些地区与北美北欧俄罗斯组成的大陆已经开始有接触 石碳纪内这个过程继续的发展 到上下石碳纪交界的时期 这个过程达到了高潮 直到上石碳纪 非洲的西北部约北美之间的空隙 才被真正的填补 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造山运动完成 在二叠纪内今天的西伯利亚与俄罗斯相连 乌拉尔山脉形成 盘古大陆形成 在石碳二叠纪也就是2.99亿年前大冰期开始 石碳纪开始时 非洲的南角位于地球的南极 石碳纪的中期 港瓦纳超大陆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旋转 到二叠纪时南极州位于南极 石碳纪开始之后气候下降 在下石碳纪就已经有了冰川形成 但是石碳纪二叠纪期间的冰川发展到了高潮期 在港瓦纳超大陆到处都可以找到冰川的痕迹 地址分析表明在石碳纪中气温比较温暖的时期 与气温比较寒冷的时期不断的交替 上石碳纪的大量的煤的沉积 可能与海面的不断上下波动有关系 这个波动可能是由于 港瓦纳超大陆的南部的冰川融化 以及延长而造成的 在生物方面最早的爬行类已经开始出现 在上石碳纪的末期 找到了最古老的可以算作爬行动物的骨骼化石 这时也出现了最早的带有硬壳类的蛋 上石碳纪时的蕨类植物森林的规模 可以从今天的煤层的规模中看出来 这些成为今天煤的植物中最主要的是 林木木和风印木鼠的植物 最早的无异的昆虫在下泥盆纪时代已经开始出现 到上石碳纪已经有有异的昆虫 这些昆虫还无法的折叠它的翅膀 比如说蜻蜓 石碳纪梅系地层中发现超过500种的昆虫 泥盆纪海中占支配作用的带有硬骨庄甲的鱼 在泥盆纪石碳纪的大灭绝之后 没有再恢复过来 这似乎是被上帝之手直接就把硬骨庄甲鱼给淘汰了 石碳纪海中的主要的鱼类被升级了 多数的是活动灵变的浮给鱼类 海百合是石碳纪出现的新生物 它们属于脊皮动物 其他留下许多化石的动物 有苔藓虫动物们的动物和西格瓦亭 以及仿锤亭 后两者是单细胞的动物 但是它们竟然可以达到10厘米的大小 你的手掌是20厘米 这个单细胞的生物有你半个手掌的大小 已经是嗷嗷狠了 石碳纪石在陆地上 生活的唯一的脊椎的动物是两栖动物 但是它们还保存着相当的水生的习性 由于它们在陆地上还没有竞争的对手 因此它们的种类非常多 有些竟然长到了六米长 到了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 上一期的问题是 人类起源于多少年前 这个答案是从多门的学科 比如说地质学地球学进化论等等 去做出科学的判断的话 人类存在从800万年前的黑猩猩开始 从树上跳到地上 开始了平地巡石至今 当然大家记住这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的说法 也就是人类存在于地球 大概有500万年的历史 现在关于人是源侯进化而来的 有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 甚至是推翻性质的 类人类的出现也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尼安德塔人 丹尼索瓦人等等 而真正的现代的智人出现 仅仅不超过25万年 有学者认为仅仅是14万年 也有另外学者认为 仅仅是不超过4万年 还有支持外星创造论的 就更有一套说法 我们会在 萨加利亚西秦的地球边年史中 进一步的阐述 本期问题是 恐龙是除了人类之外 地球上最显著的生物 它诞生于什么时候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